《梦想剧场》 从《立项之初》就备受关注 人家乐与杨颖的联手也再次推高了作品的热度 但就作品《暮色新约》本身而言 该举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玉井烹香》的网文小说作品只因暮色难寻 作品本身拥有超高人气 作为近年来影视化热门网文作品的一条影视剧成功捷径 《暮色新约》选择从《玉井烹香》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入手 可谓在起步就赢了一份 可以说相比于《公宿精英将视角对准女检察官》这一新时代特殊群体 《暮色新约》将重点聚焦到心理工作者与作家 同样是足够吸引眼球 从该剧公布的剧情来看 作品主线在于作家身份的男主齐连山偶遇心理工作者身份的女主刘霞 一人致力于将自己的心理推理小说进行影视化 一人借助拥有的心理专业知识 帮助身处人生低谷期的各色人群 而两人的共同点心理也就成为进一步深入接触的契合点 而作品的暗线则是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 从最初的偶遇到共同的兴趣点 再到彼此协助成立工作室 开发心理测试系统 两人在帮助他人度过心理危机的过程中 也逐渐萌生情愫 不得不说 暮色心悦非常的暖人 温馨 作品既有关于男女间的一番动人爱情故事 也不乏基于解决当下日渐突出的心理问题的一番大思考 大作为 而任佳伦 杨颖的联手一定一上也为作品的走火提供了额外的加持 毕竟这样一对新组合本身就非常有看点 虽然 网上一度流传着对于这样两位挑大良出演暮色心悦的男女主在演技层面的质疑 甚至不看好 但对于已然在影视领域扎根很长时间的人佳伦和杨颖来说 暮色心悦在作品难度细数 表现张力等等方面 还是足够让人放心的 无论如何 还是相当期待这部题才新 亮点够的暮色心悦的早日定档 也希望人佳伦与杨颖的搭档能够不负众望 各自攀登演艺事业的新高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